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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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议论声 所有人都在猜测 究竟是谁想杀天皇子 竟如此的行尸动众 铁血杀戮在继续 夜凡大战不处 横杀天下 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将天皇子在东荒的十八个重要据点都给挑翻了 他身上沾着点点的血迹 长枪痛饮滴血 也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浑身都带着一股煞气 这么多年来 天皇子君临东荒富士天下 群雄必退 这是什么人 可真敢下手啊 这位 真乃神人也 只身敢与不死天皇的子嗣对抗 必有一场龙争虎斗 夜凡横扫天下 用了一天一夜拔出十八个据点 这则消息像是惊雷一般震动时间 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众人员以为他挑翻几处地方就了不得了 没有想到 座椅中竟然是如此生猛 大杀死方 足足将十八地化成焦土 诸王扶诛 仅一天一夜而已 他就差点将东荒的天给挑翻 全天下都哗然 这个战果让人沉默结舌 几乎不敢相信 这是战神转世吗 一天一夜席卷了整片洞荒 事后人们统计 十八处种地虽然并不是每处都有斩道者 但是加在一起也足有十三人 这个数字让人心惊胆颤 鲜血毕空 血淋淋的事实 向世人阐述了这一战有多么的可怕 一天一夜连杀十三位战斗者 至于其他境界的古族则不计其数 十八处战场鲜血遍地 骨块四处横沉触目惊心 一夜惊天下 这是一股狂澜搅动了时间 雷霆之威震动天下 举世瞩目 所有修士都在关注 这一切太过震撼于不可思议了 他到底是谁 这个人像是没有过去般 怎么突然出现了 一天一夜血战霸荒 无敌天下 究竟有什么身份 这是全天下都想知道的答案 这个神秘的无敌高手 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与猜想 莫不想知道他的来历 叶凡怎么提前出手了 为何如此突然 叶凡怎么突发雷霆之威 横扫了天皇子的许多步骤 此时不要说天下人 就是知晓叶凡身份的 丽天、东方野、李黑水等人 都摸不清头脑 不知他为何提前动手了 赶紧去通知圣皇子 让他出关 一场暴风雨将要来临了 大决战提前开始了 没错 那就打吧 调动人手 随时准备支援 彻底引爆 叶凡出击 牵连圣广 与古皇子的决战 将可能会提前开启 引动了十方风云 全天下都在等待 东皇 地处大地东边 因多荒林大则而得名 地域无疆 浩瀚也不知多少万里 凡人走上千百事 都到不了尽头 叶凡连挑天皇子十八处重地 一夜间震惊天下 五欲大乱 举世瞩目 所有修士全都聚焦东荒 开十几年未有之壮举 这种暴裂于果断 让人惊叹 铁血杀戮 扫平大批八部神将的后裔 让古族都一片发呆 而后头大 这到底是谁 胆子太大了 想将天筒破吗 不死天皇曾均临天下 西年有八部神将 俄傲士九天十地 任何一部都可以凭天下 占于外神灵所向披靡 当这位神尊作画后 八部神将随他一同下葬 而他们的后裔都折服在了各地 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磨灭的差不多了 但依然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而今竟有人挑战这股力量 让古族都大改意外 天皇子可不是孤家寡人 即便是残部后裔也可威慑东皇 叶凡一步百杀 适了服依去 此时他站在一夜青州上 顺江而下 两岸圆体虎啸大山高耸 他神色详尽 没有一点杀戮气 那一天一夜 他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八部神将后裔 鲜血将他的身体都染红了 连那个暗金长枪都暴力了起来 缭绕杀光 脚下服侍朔百上千 让他自己都杀到厌烦了 流血的世界 白骨块的飞散 愚人愚己都是一场噩梦 此刻他终于是跳脱了出来 料想那天皇子一定会暴跳如雷 气炸凶枪 十三位斩道者 这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两岸圆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折叶偏周 只是简单的一个竹筏 上面有一个酒坛 有几叠小菜 也烦自贞自饮 这条大江水流湍急 从高山大河中流过 一路向前 穿越过无尽的大荒 数以万里罕见人烟 岸上有的只是飞禽与猛兽 此时已经到了南域 水流也慢慢放缓了 出离了大荒 进入有人类出没的区域 不时可见到大船于江河中航行 叶范一路南下 他知道天皇子肯定要炸了 多半正在谋划 想满世界的追杀恶敌 他乐见对方暴怒 因此逍遥而游 刚经历过一番杀戮 他想调整 静等对方出动 于关键时刻雷霆一击 若是能一举毙掉宪宗的天皇子 那就再好不过了 南域 青霞城 景色归丽如诗如画 这是一处人杰地灵之地 多才子佳人 许多不朽的诗章都源自这里 在城中有一个丽湖 每到夜晚都会灯火通明 画风甚多 多年轻才俊流连 眼花之地 才子风流 家人生姿 有许多美坛 当然 当中所谓的俊杰 也包括了修士等 青霞城为南域十大举城之一 为修炼圣徒 有很多修道人徘徊 又是一个夜晚 画方成片 一条条一座座 如一个个湖中堡垒 灯火通明 丝竹之音不绝于耳 歌声助酒声笑声等 不时传来 这是一片温柔香 也是一片争雄肠 常有俊杰来此 自然少不了另类的对决 叶凡顺江而下 在遇到一条小支流石 拐了进来 进入青霞城 竹法驶入这个极富盛名的利湖 捡到了一撞撞的奉船 我们不会来晚了吧 一些修士行色匆匆 向远出一座巨船飞去 似有一场很重要的聚会 这么多年 我难遇修士都很低调 难得有个小型盛会 不容错过 有人在低声议论 赶往同一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很久 没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